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位YouTuber的最新近况 连续三年七个月日更的YouTuber Thank You 每天都会在韩国时间下午六点上传影片 当然偶尔也会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的时候 总之没有意外的话 就会在韩国时间六点上传影片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好几次都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才上传影片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根据媒体报道 不是,根据本人表示 自己目前因为一些事情搬到加拿大温哥华了 而温哥华当地半夜两点才是韩国时间下午六点 所以每次做好影片后 会预约到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播放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是自己按 有好几天明明是预约了温哥华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播放 却在第二天早上看到大家的私信后才发现 影片还没有上传 结果一看 竟然是预约成十五时间凌晨两点播放了 所以才会好几天都是十一点左右播放了影片 最后这位YouTuber也表示 对观众们真心的感到抱歉 以后会好好确认时间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没有反应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热议的公司声明 9月3号 南团P1Hmoney的所属公司在推特发文表示 20229月4号的第四张迷你专辑签设计会 因为成员急翁 呕吐拉肚子等健康问题 不得已而缺席 希望粉丝们能谅解 这是在做什么 又不好笑还很傻眼 直接说长言就好了 为什么要说呕吐拉肚子呢 甚至还是idol呢 就算不是idol也不会有人会对公司说 今天因为呕吐拉肚子而请假吧 不是把呕吐拉肚子当成丢脸的事情 不觉得更奇怪吗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最近在韩国很多论坛 有非常多的人表示 Ibu Amuji 虽然本来就很漂亮 但是在综艺旗鼓 我写会感觉更漂亮的贴文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漂亮 饰演云像 所以越朴素的化妆 越觉得善良 综艺跟舞台都很漂亮 但是在综艺能看到 非常有魅力的性格 虽会跟脸产生极大的效果 真的是韩国人喜欢的脸跟性格 不是假装而是真实的表情 笑的时候变成一条线的眼睛 真的很漂亮 行动也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很轻爽 比起爱豆化妆素颜更闪亮 所以大家觉得 哪一边的阿妞景更漂亮呢 哎呀啊等等 哎呀 ux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